Hello 大家好,又來到我馬卡式的時間 今個星期會做一個這麼有趣的Bridge 好像虎柏式的作品 虎柏式一樣是用Morandi顏色的container 我手上這個就像橋一樣 也蠻漂亮的 但配搭它我就用上一些很特別的管 這些叫做造型管或是 PVC 造型管 外面有一層橙色的塑膠 裡面有鐵線,即是鐵管 所以扭的時候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造型 但你需要的就是一把比較強勁的剪刀 才可以剪開它 正常這些剪刀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的 但你只需要用一把較鈍的剪刀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我們有兩圈左右 其實只需要剪開它大概兩條或三條 就可以做到我們想要造的形狀 我們再講完花苔 我們有胡基 以及現在開始很流行的壽球紙 以及有些跳舞籃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吧 我們開始的時候其實你可以先剪了兩段造型管 然後你自己喜歡屈什麼形狀都可以的 不過你屈的時候可能要大力一點才能屈 這些管其實通常被人用來做結婚 或者是做一些裝置 用來做拱門 其實也有很多人去做的 我會覺得我們做的時候其實可以這樣 首先你弄了兩個類似C字或者半個S字 然後你中間就把它綁住 然後就試試看怎樣配合到我們的作品 譬如像我現在這樣 拼了下去之後 我就看看有些什麼形狀 它會覺得是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我們再用索帶把它索住 其實我們做的時候 最好就是看了或者想了我們需要的長度是多少 然後才用索帶索住 就會容易一點 我們每一個接駁點大概需要用兩條左右的索帶 甚至更多你都可以去用 我們自己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做的時候 最好想一想 其實我們待會想那個線條 放到幾大 以及去到幾遠 這裏就可能 我覺得其實可以很free flow 亦都可以很抽象 亦都可以很簡單 我現在就想它這樣 我將其中一隻腳插進瓶裏面 然後每一個管與管之間的接駁點 我都用上了兩條索帶 然後就會非常穩固 看到嗎 我現在就再索多一條 之後我們才會開始放入我們的花 其實這個就成為了一個藝術品或雕塑的一個基本的架構 搭了出來的索帶 我們會將它再剪掉 好了 到此為止 我們接著就會加入我們的作品花 然後你就會有這些 這個掃球紙 這個掃球紙拿回來的時候會是一枝 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所有的葉子先把它剪開 剪開之後 我們就將兩三棵 用鐵線綁住 或者三四棵 用鐵線綁住 就會變成一個bunch 好像我現在的一個bunch 我們做得到四至五個bunch 你將所有掃球紙變成四至五個bunch 然後我們就放在這個洞 就好像那些果一樣 剛剛好就fill了那個橋的頂部 還有可以將我們剛才那個造型館的腳 把它勾緊了 它現在就會很穩陣 那麼我們就應該有幾折這些的果實 其實果實 因為它是橙色 橙色 我們都很容易 就可以match到我們今天的管 以及我們這個 container的顏色 這些你可以叫做apricot 又或者 amber amber就是苦拍 我們這些顏色 就適合我們這個季節 秋天去使用 好了 我們就應該 就搞定在這裏 你看到其實一個基本上的造型 其實已經出來了 我們跟著 就會加入我們的胡基 這些胡基 可能你拿回來的時候 它會稍微軟一點 不過你將它 割了腳 養它大概一晚碎 它就會硬 這些花其實都是一個很基本的黃色的花 我這裡有大概半單 我們可能放在前面 又放在後面 千萬不要太平均地放 最好就是組裙式地放 這樣就會比較上是容易 去做到一個比較有視覺衝擊力的效果 好了 跟著我們到最最後這個地步 這個動作 我們就要檢查一下 我們的胡基花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 弱量地蓋住我們的索帶 或者令索帶沒有那麼燃 然後我們就會加入這個跳舞欄 這個跳舞欄 其實我們就預備了一些水管給你 那些水質 那些細小的水管給你 你就把它放進去 這些位置 那些胡蝶欄才會有水 如果這些造型管向下的話 我們就不會插入這個跳舞欄 在裏面 如果我這個Case 我就會插在這裏 其他我會插在瓶裏 其實這個造型 視乎你自己怎樣去做 其實你怎樣做都會很漂亮 但你不一定要跟著我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 這個造型其中一款 我們有兩支跳舞欄 這個跳舞欄我會非常建議大家 用一個grouping的手法去做 像我現在這樣 插進去 你的花會比較集中 而且顏色是grouped 在一起更漂亮 剩下這些細部 我都會覺得 其實可以放在瓶口附近 這些位置 就令到整個黃色的濃度 或者intensity 會高一點 至於你說剩下這個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插在瓶裏 令到它和這個黃色有少少敷應 你可以放在後面 亦都可以放在前面 這個花基本上都會很耐用 因為其實那些果 除非你是很潮濕 不過我們現在開始入抽 會乾燥一點 其實都會很耐用 我們可以這樣把它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我會把它放在附近 其實都很 視乎你的造型管 但一般來說 我們的guide line 就是令到顏色 可以用一個grouping的狀態 出現 花就會是視覺衝擊力大一點 到了最後 我們就成為了一個這樣的作品 剛才都說了 將東西grouped 在一起 可能黃色和黃色的部分 grouped 胡基的部分 令到盤栽 器皿 還有造型管 有線條 有空間 整件事 的作品 才會流暢 希望大家 都喜歡今天這個作品 因為今天這個作品 其實是有些挑戰的 它屬於一個比較中階的作品 看起來簡單 但是在一個佈局上 大家就要花點心思 下星期再見